作为隋唐演义中的第一至江,徐茂公可以说得上是那个年代的诸葛亮了,他不仅有着和孔明一样道袍加深,与善官金的形象,还有着和诸葛亮类似的那份智谋。其策在此,水与争锋正是对徐茂公的计策的最好写照。 虽然徐茂公有着和诸葛亮一样的才华,但是与诸葛亮相比,他是幸运的,因为没有落得和孔明那样出师为洁身先死,尝使英雄类满金的悲惨结局。 在瓦岗里面折几尘沙之后,投靠到礼堂帐下的徐茂公被慧眼识人的李世民一眼看重,从此之后便成为了秦王府中的顶级谋士,追随他在东征西战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,最终受封国公,不过,虽然徐茂公荣华富贵至此, 但是却依然是受到了一场试炼,好在徐茂公有着精湛的保命记忆顺利地逃过一劫,那么,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,让徐茂公这样的人都如此地狼狈,大家好,欢迎订阅巧看史记。 而知,在当朝名将中,有一人的地位极其重要,李世民便在某一日邀他单独来饮酒,两人酒过三巡,李世民便盛赞他的忠诚,并嘱托他日后好好辅佐太子,此人当然满口答应,李世民继续劝酒,他愈喝愈多,最后竟不知不觉就服岸睡着了,这一睡不要紧,等到他次日醒来的时候,却猛然发现李世民昨晚脱下他的衣服盖在了自己身上。 皇帝的衣服不是一般衣服,是龙袍,这一批就是黄袍加身,如何了得,恐是灭族的祸事。 果然,几日之后,太宗便下令将此人犹太常卿,太子詹氏贬为蝶州都督,他二话不说也不争辩,收拾行李立即前往就任,在影响颇大的隋唐演义中,瓦冈寨内有一个十分出彩的好汉名叫徐茂公,这个人物本身是杜撰的,但原形正是这个被贬的礼记, 他本名徐世纪,自茂公,是唐朝初年数一数二的名将,公元594年,也就是隋朝开皇十四年,李继出生于山东河泽东明,当时他的名字还叫做徐世纪,徐家祖上蒙茵,是当地的一个富贵大族,生活条件相当游渥,还经常接济当地贫苦人家,徐世纪在年幼的时候便跟随家人迁到了华州魏南县,也就在这里长大, 由于家境原因,他通晓道理,饱读诗书,有着一身才华,而且对兵法也颇有兴趣和研究,既然出身不凡,徐世纪自然想做一番大事业,而到了大业十二年,他遇到了一个天赐良机,宅让从外地逃亡来到瓦岗,与此处起义并建立起了瓦岗寨。 瓦岗寨就在华县附近,而且很快发展壮大,名气远近皆知,这对徐世纪是个很大的诱惑,虽然他当时年仅17岁,但还是依然投入了瓦岗,受到了宅让的重用,从此迈入了随末的天下风云中,当时瓦岗军声势还不太大。 朝廷的大将张须驼前来讨伐时,宅让十分畏惧,而徐世纪力劝他诱敌深入,最终成功以伏兵全坚敌步,大获全胜,后来李密加入瓦岗,和宅让的矛盾越发激烈,直到在宴会上设下伏兵,将敌让当场诛杀,而徐世纪并不知情,在慌乱的奔逃中也被砍了一刀,差点身亡,好在被及时制止。 之后的徐世纪便一直在李密的麾下效命,率人马南征北战陆续大破宇文化级,王世冲的部队,到了武德元年时,李密归顺唐朝,而他原本的领地和部众都落到了徐世纪手中,这可谓是一笔天将横财,但徐世纪却不这么认为,因为当时归顺也是需要本钱的,而他现在如果自己上表归顺,等于把这些土地、城池、军队都当做了自己的所有物,徐世纪不愿意这样做。 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把所有信息全部统计出来,告知李密,再由李密上报给李渊,而这件事情在不久后还是传到了李渊耳中,他大为吃惊,盛赞徐世纪为纯臣,当即下令封他为李扬总管,上驻国,加授幼武侯大将军,同时还为他赐姓李。 所以此后徐世纪便改名为了李世纪,并归顺唐朝,归入李唐麾下以后,李世纪并没有被埋没,他和许多人一样,被爱财的李世纪收到了身边,开始随他一同南征北战。 李世纪先前在瓦冈寨时,便当得上军师角色,此时更是权力失为,他随同亲王讨伐王世冲,击退王玄英,伏击斗建德,战功赫赫,在武德四年灭掉郑国论功行赏时,和李世纪等人一起身披金甲前往太庙,当地是万分荣光。 不久后,李世纪再度领军前往征讨刘黑榻,前后击败其手下大将高雅贤和徐元朗,并将后者升秦,平定了衍州,因此被加封为河南道大总管,在大唐王朝正式建立后,平定江南的一系列战争中,李世纪也依旧长期参与其中,立下了不朽战功。 唐初的诸多名将中,李世纪的功劳,功绩是可以和战神李靖相提并论的,他们两个人也有着许多共同点,比如经常互为正负出征,比如在一场大变中都保持了旁观的态度,唐高祖武德九年,玄武门之变爆发,除了文官外,李世纪手底下的玉池公,秦琼等人也都积极参与到了其中,而李世纪也算是秦王府的一名老人,自然在事先收到了邀请,但他和少数人一样, 采取了观望的中立态度,就是既不泄密也不参与,而众所周知,这场政变最终由李世纪获得了胜利。 登基称唐太宗,在这样的情况下,李世纪其实就比较尴尬了,按他的身份来讲,是应该支持李世纪的,所以当昔日的一干同僚都受到了丰厚的奖赏时,他却什么也没有。 虽然李世纪表现极为宽大,对中立派的人一概没有过问任何责任,但心中的嫌隙恐怕也是免不了的,所以在同年,他将李世纪封为了兵州都督,虽然听起来不错,但毕竟去到了外地,远离了朝廷中枢,好在没过多久,李世纪还是迎来了自己翻身的机会,因为太宗皇帝总的来说还是以能力来认官的。 此时,虽然天下已经太平,但北方的突厥却仍具威胁,更别说前些年协力可汗还曾大军压境,逼得李世纪低头求和,这口气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咽得下去,而如果要北伐,就少不了战功赫赫的李世纪。 所以在贞观三年,李世纪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香道行军总管,李继被授为通墨道行军大总管,两人一起率十几万大军分多路向北出击,李继率自己的部下从云中出发,一路抵达白道,和突厥部队遭遇,双方在一场短暂的交手后便奋出了胜负,突厥大败向更北的地方逃窜而去。 之后,李继又向李靖献策,为了让突厥被一举扫平,最好先派人安抚他们,然后清军突击。 李靖按照他的计划布置,最后将突厥后路截断,一口气俘虏了五万多人凯旋班师,彻底荡平了北方的隐患。 一般来说,像李继这样的开国功臣,在天下安定以后,自然该想想轻浮,但他却依旧常年领兵征战,除了第一次北平突厥外。 后来又参与领导了灭薛岩陀和灭高沟黎两场著名的大战,在这样一段很长的时间里,李继一直深耕于边疆,为大唐边境的安宁做出了莫大的贡献。 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对他是又敬又怕,只是听到名字都要退避三社。 而到了贞观十七年的时候,出了一场大乱子,太子李承前,汉王李元昌等义干人等勾结谋反未遂,李世民直接废掉李承前,改立了晋王李治为太子。 在选五门之变以后,李继知道自己和皇上有下戏,所以从来不敢妄议这些事情。 但这回李世民却主动封了他为太子詹氏,这意思几乎不言自明。 而童年李继的画像也被列入灵烟阁之内,李继原本就有些摸不着头脑,对李世民的任命感到有些奇怪,然而到了贞观二十三年的那一场酒醉之后,他一觉醒来,发现自己竟然身披龙袍,简直吓得魂飞魄散,以为这是太宗对自己起了什么疑心。 所以,在街道被贬为蝶州都督的任命后,他一生都没坑,拍马就赶到地方去上任了。 李继是这儿八经的元老之臣,一直以来战功无数,也从来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。 为何李世民要为他批衣,要贬折他去外地呢?这个答案就藏在李世民驾崩后,李治登基为唐高宗的时候,这个太子刚一登基,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李继召回来,直接加封洛州刺史,开府一同三司。 尚书左仆叶,这一番官职上的升将可谓是坐飞机都追不上,但实际上这是李世民的一命。 李继是个资历深厚的重臣,虽然之前短短做了几天太子詹事,但毕竟没受过李治的恩惠,但以后军中的事情又不可能不问及于他,所以李世民在临走前将李继狠狠打压一把,然后再让李继对他施加大大的恩宠,这样一来,李继不管怎么样都要成这个恩情了。 自然也会尽忠尽责,李继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,他简直把李继当亲人一样对待,不仅在官职上一路把他封到了司空,甚至亲手亲笔为他画像,做序,还给了他许多的特殊待遇。 一旦李继和家人遇到什么意外,他都会亲自过问,如此恩德,李继怎么能不尽忠相报呢?在这之后的时间里,他始终牢牢站在李治身后为他撑腰。 而在京城之外,他72岁的高龄还挂帅远征,足见其对高宗的感怀,前锋元年,之前已经被荡平的高沟离内部再次发生叛乱。 李继命李继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府大使,负责统领全部唐朝军队前往平叛。 李继虽然年事已高,威风丝毫不减当年。 他一口气挥军向前连续攻城拔寨十六处,此后愈战愈勇,很快直抵高沟立都城平壤之下,叛军纵然俱成死守,但在一个多月的凶猛围攻下还是只能投降。 至此,高沟离彻底灭亡,被并入了唐朝安东都护府的管辖之内,随着时间来到总招二年,李继不仅年龄已经达到了七十五岁,职务也已经未及人臣,做上了太子太师。 光是封义就有一千一百户,荣誉也已经家无可家了,或许正是因此,李继觉得已经足够了。 在当年年底,他安然病逝,但即便去世之后,也极见哀容,李治文训悲痛欲绝,不仅追封他为太尉、扬州大都督,还下令修朝七天,赐予李继真武的嗜好,并允许他陪葬昭陵,葬礼举行时,高宗亲自带着太子和文武百官一路送葬到城外,而他的坟种也是按照阴山、铁山等几座山鸾修柱,以表彰他平定北方的战功。 而到了后来,李继更是被列入了著名的武庙使者,在整个唐朝一带,除了他以外,只有李继和他并列其中,在吴二人,其实在唐初的许多将领中,李继并不是最为知名的,但他从瓦岗时期变投身疆场,一直历经高祖、太宗、高宗三朝,始终策马扬鞭,几乎一刻不休,其真实战功已经远超了绝大部分将领,北伐东征带来的。 更是国家边疆的安宁和民族团结,实在意义重大,影响深远。